酸甜苦辣是生命的财富 辉煌平凡是人生的道路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精彩的历程 自由亚洲电台 清晨奉献访谈节目 历程 正义是一个多么伟大而响亮的词汇 多少人为了它追寻一生 清尽所有 听起来多少有些悲壮 然而当今就有这么一位豪杰 竟然将此作为自己的笔名 他就是老景的作者 现旅居美国的中国独立笔会 第一届副主席 正义先生 正义先生您好 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 不客气 正义是您的笔名是吗 是 那么请问您的真名 可以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吗 我父母给我取的名 我的本名是叫正光昭 光明的光 昭患的昭 听说您的这个真名 还是一位佛家法师取的是吗 是 当时我父亲是一个 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一个 一个佛教徒吧 所以这是他师父给我取的名字 这位佛家法师 法号能海 俗名 公吉西 生于满清末年 为寻觅救国之道投新军 在云南讲武堂任教官时 朱德曾是他的学生 革命的血腥 让能海觉得太过苦痛 最终退出军队 归一佛门 法大誓愿 救度世人 他曾进藏取经 携藏经二十余陀 返回成都时 数万人 捧香跪营 1945年 美国外交官员 拿着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 恭请赴美将学 能海以法务繁忙 惋谢 只有你是能海法师起的名字吗 还是哥哥姐姐 对只有我 那肯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是不是 我的所有的当事者 都已经不在了 比如说我母亲去世了 我父亲早就去世了 能海法师文革也 文革也没逃过 也死了 那么我根本就不可能 要任何人了解 就是说为什么给我取 光明的光 第二个字 这是我们家的排行 所有我这一辈的 都是按照家谱 叫光 那么第三个字呢 等于是 可以是由我父母 给我取的 那么第三个字 是号召的召 上面一个刀 底下一个口 这个我就 过去年轻的时候 也没有想过 自己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从来不想这个问题 等到后来想起这个事情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可问了 后来我这个查字典 某一次翻了一个很特殊的字典 上到有一条是 昭氏妙语 我就查能海法师的 他的这个传记 我正正好查他 47年的时候 47年 我父亲好像还捐了一个庙出去 就把我们家一幢别墅 捐出去做庙 我想这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事 因为这是跟庙有关系的一件事情 也许这里头 中国人有句话叫 有个字叫名叫 就是说 你这个名字 父母给你起这个名字 你这个名字 非常有可能影响你的一生 就是说第一是 你父母或者是取名者 对你寄予了一种什么样的期望 然后呢 你从小也被这种期望所影响 所感染 也许你一生的秘密 就被你这个名字 所决定 在中文里叫以名为教 从一个比较宽泛的角度来理解 可能我这个名字应该是一种 就是对于一种 应该是带有某种信仰这么一种色彩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能海法师 他在文革的时候也去世了 他和这个文革有什么关系吗 他本来是这个 应该说这个和尚都是世外之人 他根本和共产党没什么关系的 但是你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 他的那种疯狂就 常常不是当事者所能控制的 像那个那些古碑 没有惹谁也砸了 很多历史文物也破坏了 你像武台山 人家也有红卫兵去造反去了 去了以后就 就到处宣扬阶级斗争 说这个大和尚 就等于是压迫者 小和尚 就相当于无产阶级 他就跟你这么一套 套进去以后就得要 大和尚 小和尚得斗大和尚 那时候能海法师已经岁数很老 他要斗争他什么之类的 都是把他给弄到一车上 推到那个斗云会现场去 后来有一天他就对那些批斗他的人说 你们要打 你们就快打吧 再过些时候 你们要打就打不着了 他已经就决意要离世了 林一岁以前还跟那个和尚说要走了 跟他旁边睡着的和尚 因为大家那时候都被红卫兵给赶到一块 住的一个什么流棚之类的地方 说要走了 要走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 发现他早已经原济了 他就建议说是可以回来 你不服气 这么一个大的事业 最后彻底毁在共产党手里 郑毅先生的父亲郑毕成 曾是辛亥革命党人 但最终如能海法师一样 因看不得血腥退出军界 在卢作夫先生的筹办下 与几位志同道合者一起 践行十业救国 开启了民生公司的历史 当时卢作夫先生 为民生公司总经理 郑毕成先生 主管民生公司厂务 以船务为主 使民生公司 不但成为中国大型的民营航运公司 也在抗日史上 写下了著名的 宜昌抢运之笔 正当民生公司雄心勃勃 奔向远海之际 中华大地变色 共产党开始统治中国 当时民生公司主要大中型船只 都已调集港台 卢作夫先生等高层骨干 也齐聚香港 敬以观变 他们那些决策人士在香港 然后只有你父亲一个人 是在中国大陆 我父亲当时带总经理 等于是 就是说 留下来 和共产党打交道 来处理 前途难以预测的这么一局面 但是一个是我父亲 过去思想也是倾向革命 也是希望中国有巨大的变革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共产党来了以后呢 也说了很多好话 比如说这个 当时这个西南最高的军政长官 邓小平和刘伯成 就请我父亲去吃饭 实际上就是要让我父亲安心 这个共产党来了以后 不会对你们有任何这个不利的行为 所以他就信了共产党的话了 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把所有这些情况 就报告给这个卢作夫先生了 他就建议说是可以回来 所以卢作夫先生在这种情况下 就把这十几条船 这些最重要的一些船 是没有去台湾 而回到中国大陆了 卢作夫先生在1950年6月10日 选择了北上之路 但是卢先生没有想到 他的这一决定 将他推向了死亡之路 而郑碧成先生也因此削发出家 正如郑毅先生在他的文章 《招魂》中所说 父亲他们没有留心的是 这个新民主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叫做专政 共产党来了以后 发现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比如说当时的这个 重庆市的 重庆市的市长 是叫杨森 这个是民国非常著名的一个人物 后来去了台湾了 他这个离开 就是说在国共内战 这个国民党战败的时候 他几十个衣箱 就存在民生公司的仓库里头 而这个事情呢 是我父亲具体办的 这个事情最后 等共产党占领重庆以后呢 这就是叫隐藏战贩的物资 但实际上呢 我想这个 其实 不光是 就是 这件事情本身 共产党本来就对于 像我父亲这样的人 和包括像民生公司 这样的企业 本来就是 就是挺不顺眼的 这就是他们革命的对象就是 所以后来我父亲 开头是被 被软禁了一段时间 当然因为他这个 他实际上在思想上 他是其实挺倾向革命的 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 你想 所以他心里头 特别不服气 他觉得这个 我是这么支持这个革命 倾向革命的 结果这革命一来了以后 怎么就这么样野蛮 这么粗暴 所以他 他根本 而且他地位很高 他根本不在乎共产党 他不知道共产党有多么厉害 所以他就是 共产党把他放出来以后 他就到处骂共产党 然后共产党又把他抓起来 大概这次好像是判了刑了 当然时间都不是很长 然后因为他这共产党也不愿意 把他抓起来 也等于对共产党形象也不太好 所以把他放了 放了以后 他就觉得 他就实际上是 一个是对于人生 他有新的看法 另外一个 他对共产党也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他就到武台山去找他 找他那个师傅 那个冷海 冷海师傅 他就到武台山等于出家了 后来就一直在寺院里吗 还是 没有 因为他这个行动带有抗议色彩 所以 共产党觉得这个事不好这样 你这 你怎么就出家了 那意思不是就 冲着我来的吗 所以又 又命令他 不能 不允许他在 就是他跑到武台山 那时候 那时候 能海法师 法师回到武台山的时候 武台山 他们找了一个寺庙 是一个 非常破旧的一个地方 重新 这个 花了很长的时间 重新把它 这个 修建 恢复 什么的 他们是准备在那 真正是 这个 与这个城市隔绝 去 修炼自己的 这个佛法的 但是呢 从共产党看来 说 你们这些人 原来都在这个 就是说社会上 活动 这个 现在你们一下子 都钻到深山老林里的去了 那 用这种方式来 向我们表示抗议 所以就这个 命令我父亲 是不能 不许他在武台山 出家也不可以 不可以 最后就 要到 要到 要去读什么 要去 接受思想改造 我过去 年轻 我就不太懂这个事 就为什么 这个我父亲 这一辈子 就共产党一来了 就这个 有 就 一个接一个都 额运 后来我慢慢 是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 后来我从我自己 自身中 的经历中 我才明白了 这个道理 共产党不在乎 你罪恶大小 你掏天大罪 没关系 你只要跪得我眼 跪得我跟前 你就啥事没有 那你那些 一个航运公司的 一个 就一个航运的 一个经济方面的 而且是那时候的 所谓资本家们 个个清廉的 都穿着补巴的衣服 都穿着 就不能说破烂吧 那是 那是勤俭到了极点了 有钱不都是捐给庙了吗 自己家里头过的日子 虽说比一般的这个市民要好 但是处处都是节约的 那像这么一个人 那你共产党 你人家 而且人家还同情革命 他问题就在于说 你不服气 就这么一点 你要服了气 哪怕你是在战场上 拿着枪跟他打的 你是那些 国军的高级将领 照样的网开一面 接纳你 如果你要是 对我这个臣服 比较温顺 我甚至还可以给你 高官后路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他要的是只要一个 共产党就这样的一个 极权政治 要的只是一个东西 就是你对他的彻底的臣服 你承认他的权威 你必须你败倒在他的脚前 不存在罪恶 不存在你 你跟他过去打没打 这些都不存在 但是你只要是 你要不承认他的这样一种绝对的权威 你啥事没有 你也饶不了你 就是因为这样 你低头 就什么都好说了 你要是不低头 那行 那咱们就一条道走到黑 就是我想 主要原因是这个地方 主要原因是这个地方 因为我父亲受到刺激很大 他就再加上卢先生也去世了 他和卢先生 他们几个人的事业 开创了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大的事业 最后彻底毁在共产党手里头 那你想对于 对于一个人来说 他心里会有 什么样的一种想法 再加上他性格中的原因 他低不下这头 低不下这头 那行 那你就一条道走到黑 要保持人的尊严 对就是这个 其实卢作夫先生死 也是一个尊严问题 就是说我父亲刚刚被软禁 卢作夫先生就自杀了 自杀了 他就是说 他不能忍受共产党 对他的这种侮辱 因为当时还 那实际上是中国所谓 开会批斗人的最初最初 最开始 他是一个在社会上 不光是在他的公司里头 甚至也不光是在重庆 在四川 他是在当时的整个 中国的实业界 非常著名的人物 那个时代的人都是很有尊严的 所以共产党这样让洞言他手下的职工 用墨西友的罪名来批斗他 他根本不能接受这东西 而且他也看明白了 民事公司绝对没有 没有任何出路 所以他就自杀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当然 卢作夫先生 他们是合作几十年一生的好朋友 所以卢作夫先生的死 我想也是促成 我父亲要出家的一个原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